他想出人头地 返乡创业 却遭到全家人的反对 你在外面不管做什么 你在家里做这个 坚决反对 一分钱没有 他又是靠着什么 让家人对他的态度360度大转变 然后立马把他自己存的私房钱全部搬出来给我用 还有一些我爸爸准备给我找女朋友的钱都拿出来了 做投资进来了 今天的财富故事为您讲述90后小伙化金灵 靠养殖蓝孔雀 指腹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富故事 我是孟军 如今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标题 说这80后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90后 00后的天下了 仔细想想还真有这么一回事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致富人就是一位90后 今年22岁 养殖蓝孔雀第三年就年入50万 这不 我们的记者就去当地拜访了他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有可能祝您致富的妈妈 我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给大家推荐致富项目了 那我今天来到的是福州市的邻川区 说到这个邻川 相信大家想到的就是财子之乡 当然了 我今天要寻找的这个财子呢 它是财富的财 一个94年的小伙 创业才三年就能够靠的一个致富项目年入50万 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小伙子呢 我们去认识一下他 我现在已经是心跳加速了 还是没有装到很遗憾的 那个 当然了 要取消一下你了哈 怎么就有方法吗 因为抓孔雀 而且会拿这个兜 一定不要乱兜的 一定要看住他的头 我们要第一步要先兜住他的头部 然后整个身子就进去了 那我们抓一只试试看 好吧 我往后退 不用 这就是我们抓的 我们能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抓他的翅膀 你看 其实很那个的 你只要把它抓得舒服 它也不会动的 华吉林 22岁 养殖兰孔雀三年 我能摸一下吗 可以摸的 它不会咬我吧 不会咬人的 看着我们的镜头打开招呼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公的还是母的 这只是母的 怎么区分 怎么知道它是母的呢 因为母的孔雀 它全身都是这一样的毛色 而且没有那种很长的尾羽 它的身上的毛色是灰色的 然后它只有这脖子上一点点蓝色 所以说我们叫它兰孔雀 孔雀 有绿孔雀 兰孔雀之分 绿孔雀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兰孔雀为珍稀半草食性非保护动物 可以人工饲养 兰孔雀是即食用 观赏 保健为一体的动物 其肉为高蛋白 低脂肪 还有多种氨基酸 和微量元素的保健食品 积极开发价值 华精灵告诉记者 今年他预计蓝孔雀的销售额能突破50万 不过这要是在三年前 50万对于华精灵来说 简直就是天明数字 以前在动物园上班 感觉人就是说 一个人就是说每天就是把那些事情干完了 就是说人们说要朝九晚五啊这样 已经对一点激情没有过得很枯燥 很无聊的一个日子 就这样天天一年一年 我感觉是在把我的青春都消耗掉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回家去做个什么东西 做出点成绩出来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行业好呢 华精灵想到自己家乡附近开了不少的农家乐 农家乐的特色菜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土鸡 游客也都吃腻了 根本没有什么特色 经过三三的考虑 他瞄准了蓝孔雀养殖项目 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的时候 却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 很多人都说反对的 因为孔雀这个他们都问我 你孔雀你要卖到哪里去 就是说这个人养孔雀 还没有听说有人养 这个人肯定是 反正是很多人都是抱着那种 看不起的那种 母亲特别反对 她说你凭着你这样在外面经历了这么多年 随便做什么 不至于在家里养鸡养孔雀 我就说什么东西你不要去想 我说你不让我去做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90后 20 那个时候也就是21岁 那个时候我就说你现在不让我去做的话 也许我会后悔一辈子 如果我在养殖当中我失败了 我还有机会 我还有这个机会去打拼 在外面打工的几年里 花金林也存了一点积蓄 但是那一点钱根本不够她投资养殖孔雀项目 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 花金林决定带着父亲到省外规模大的养殖孔雀基地走访 那么这次的实地考察能够改变父亲的想法吗 我跟她说养鸡我一毛钱都没有 养孔雀可以 我全力支持 为什么这么支持 因为这个我自己也了解一点点 她也就看着这个孔雀比较好 一个项目 说养的人比较少 我们就有希望了 有了父亲的支持 花金林的养殖孔雀之路顺利开启了 她花了几万块钱从外地进了一批孔雀肿蛋 她满心欢喜地等待孔雀破壳之日 可是等待她的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第一次在养孔雀苗的时候 育除期间 因为虽然说有上家的指导 但是上家的指导只是说个大概 具体的有些细节还是靠我们自己去操作 然而就是在因为孔雀出壳的时候 早第一次第一批的时候是在四五月份 那个时候白天夜晚温差是特别大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点忽略了 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死亡 死掉了一部分 这就叫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花金林只知道 昼夜温差大会对孔雀孔雀蛋有影响 但是孔雀孔雀蛋的温度要控制在多少度 她却浑然不知 眼看着自己花了几万块钱 购进的孔雀肿蛋就要打水漂了 为了最后一搏 她开始查阅大量的养殖技术书籍 一次次试验 终于找到了孔雀死亡的原因 原来孔雀蛋孵化对温度的要求 那不是一般的严格 摄氏37.5到37.8度 温差只有0.3度 低了不行 高了也不行 刚开始做嘛 也没有很多经验 就把它想象的很简单 应该没事 好了就死掉了一部分 找到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最终存活下来了200只孔雀 为了确保孔雀健康成长 花金林可是24小时待在养殖场照看它们 八个月过后 花金林养殖的这些孔雀就要开始对外销售了 可这个时候的它又开始反难了 第二个问题出来的就是 我们孔雀已经达到了八个月 我们要销售了六斤左右 那么我们就在销售当中没有 没有什么一定的客流量 就是说客户 我们我也就抱着 因为孔雀毕竟在我们福州市区 没有人听说有人在吃这个孔雀 那么我就一个人因为刚开始创业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破电瓶车 我们就一直那一条街 全部是我们临川区这一块的就是农庄酒店 属于中高档的那种档次的酒店农庄 然后我就每一家发名片去问你们这边有没有需要 一天跑过来以后总共跑了有二十多家 然后跑的电瓶车已经完全是没有电了 把电瓶车推回家的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二天华金林就接到了一笔订单 总共是八千 但是对于我第一次从外面返乡回来创业 这八千块钱虽然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对于我来讲 它的价值不是钱的数字的原因 是我一个就是说我成功的一个经验 华金林说这笔订单给他带来的意义 不仅是给他增加了创业的信心 而且还让一直反对他回乡创业的妈妈 有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 就是说第一次的效益出来了 妈妈看到我的效益了 她感觉这个孔雀也是一个好项目 然后立马把她自己存的私房钱 全部搬出来给我用 大三我一定会跟你争光了 会跟你争取啊 他这句话你当时说出来之后 你最后心里是什么样的 是你非常高兴啊 还有一些我爸爸准备给我找女朋友的钱 都拿出来了做投资进来了 像我们的孔雀就吃蔬菜吗 不是蔬菜是补充它的维生素 然后我们就要定期的给他喂一些青菜啊 青草啊这一块的 那除此之外他还你还他还会吃些什么呢 我们吃的主食是以玉米为主 玉米 腹皮 米糠 还有一些高粱 华金林还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一个月给孔雀吃的费用在一万左右 但是养殖孔雀的利润空间还是很大的 可以销售到比如说种销售到养殖户 苗的话我们是也是销售 种苗都是销售到养殖户 观赏的就是说一些农庄里面作为观赏 还有一些动物园这一块 观赏观赏区域 然后那个商品这一块我们是进入酒店 农庄农家乐餐饮 种苗我们苗的话 出壳苗现在的价格是在一百左右 对 出壳苗 然后就是说种的话像成年的 就是说三年成年的 就是在一千五左右 然后观赏的 然后就是看每一年的阶段不一样 所以说价格也不一样 实用的话价格 我们送酒店的价格就是在五百到六百之间 三年的时间 华金林在当地已经是小又名气了 还被大家称为孔雀王子 现在不少客户都是慕名到访 来购买华金林的蓝孔雀 今天是准备拿多少只这个商品孔雀 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合作 我们是达认拿十五只的样子 大概就这个样子 多少钱一只只 好像据我们了解 市场价差不多就在五百块钱 一只这个样子 像我们的这个孔雀 可谓是浑身是宝 连它的羽毛也能给我们的这个 华金林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来 就看我身边的 这个扇子了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孔雀羽毛扇 而不是人们说的 我们拔下来的 是因为孔雀每一年 它到了九月份 都要把这个孔雀的鳞 都要给它换下来 这个维羽 换下来了以后 我们就挑最好的 然后把它剪成这样 视中性的 我们需要的什么规格 把它贴 粘在上面 做出一个孔雀扇 像这个工艺品 在这么大的一个扇子 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在八百八八 作为装饰 对 挂在床头 有些办公室背景都可以 华金林说 年轻不怕失败 就怕没想法 在这三年的创业过程中 他觉得他的每一天 都过得很有意义 那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想的这批孔雀 我们要注意什么 明天又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每一天都不知道 要发生的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的感觉 每一天自从做了样子 每一天的时间都是不够的 感觉这一天 每一天都过得 很充实 很满足的那样子 年轻不怕失败 就怕没想法 三年前的华金林 如果选择安于现状 今天的他 或许仍然还是动物园的 一名饲养员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迎接新的挑战 三年的创业路 我想他收获的 不仅仅是金钱 那么简单的事 在这里 我们也祝愿 他的养殖之路 越走越远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财富故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小伙儿在南昌创业 一言不合 卖坚果 你做坚果 还不如去卖面膜 卖面膜的话 可能还赚得快 跟着爷爷在果园里长大 知道长辈们的不义 是因为新疆这边 是比较偏远 路途遥远了 交通不变了 这些问题 他很难走出来 卖家乡的特产 卖自家果园出品的干果 新疆小伙子 不走寻常路 在南昌这个 远离家乡的地方 为了干果框 下期财富故事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